我有一次 在北京 黄老居士往生之后 我到北京修个年车 他老人家的学生来看我 告诉我 他老师说的 就是黄年老说的 跟他们讲的 净空法师 如果要不往生极乐世界 来生的佛报这是不得了 不得了 他这样的赞叹 我要不要来生佛报啊 才不干那个傻事了 别说是人间 你就叫我做地球上的王 我也不干 你叫我去做天王 做摩西十路天王 我都不干 为什么呢 不出六道轮回啊 这干不得了 啊 你也不相信 打开历史看看 历代帝王 哪个帝王有好下场 你不解清楚了吗 啊 这些帝王一投胎 再转世 通通都堕落了 啊 啊 能够再到 人间 啊 变一个 普通的人 那就算不得了了 很难得了 啊 啊 随着四十真相呢 不能不清楚 清楚 清楚之后 你的心就定了 我决定求生前途 我要走这个路 啊 我决定去清静阿弥陀佛 到极乐世界 证得究竟圆满的菩提 啊 再到这个世界来 那就是佛菩萨 承愿再来 这个好啊 不迷惑 不颠倒啊 不会干坏事啊 不会堕落啊 啊 啊 我们这一生遇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换取来生 这大富大贵 错了 拿黄金买块糖吃 不就这个意思吗 这个 这个事情怎么能干呢 啊 黄老说这个话传到我耳朵里 也是提醒我 不能干啥死啊 啊 黄老说这个话传到我耳朵里 啊 黄老说的